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许多了,我是老徐来,咱们聊聊孟晚舟 时间飞快啊,这个孟晚舟在加拿大已经扣了一千天了 虽然说她被扣在这个风景秀丽的温哥华 但是大家知道啊,这个 带着这样的这种莫须有的这个完全是高度政治目的的这种罪名啊 被扣在一个地方带着这个脚铐啊 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打击人的事情 你从这个孟晚舟一开始,第一次出庭整个的这个穿着这个运动服 一直到她最近每次出庭以来穿着这个很漂亮的这个洋装,对吧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是非常的好 说实话,这个我非常敬佩啊 非常这个敬佩孟晚舟这样的一种这个抗争的这种精神啊 非常了不起 加拿大对孟晚舟的这个审理呢 这个在八月份已经全部审理完了 目前的话呢,加拿大正进入一个选举啊 她突然之间就选举了,因为两年前组的那个政府是一个少数派啊 没有达到这个就是绝对的那个票数 所以呢很突然就进入一个大选 所以整个对孟晚舟结果的宣布呢 我估计啊,肯定要等到加拿大大选 结果以后也就十月下旬吧 十月下旬里面啊 我看到应该说这个今天的话呢 因为正好是这个孟晚舟被扣留加拿大一千天 所以社会各界啊 都发了一些文章 其中这个中国驻家大使从培武呢 从大使呢也是据电孟晚舟啊 表示慰问 并这个对孟晚舟的这种抗争的精神 予以这个敬佩和鼓励啊 当然你说这个 他在加拿大本土的话呢 就是这个从大使啊 也发了这个文章 而且是在加拿大一个大众媒体啊 叫国会山时报 发了文章说呢 是如何看待孟晚舟的事件啊 那么基本上呢 这个从大使的这篇文章的话呢 我觉得也是我们政府一贯以来 这个表达了这个对孟晚舟事件的一些这个看法的总结啊 大致我扫了一下这篇文章 跟大家稍微来介绍一下 那么这篇文章里面的话呢 其实主要提到三点 第一个呢 就是整个孟晚舟的事件 从一开始 这个完全是一个政治政治手段的一个操弄啊 他就是就是以政治为目的 违反了这个所谓的一系列的这个司法公正啊 这个包括商业的这个正常竞争啊 那些东西完全就违反了 包括美国及他的这个盟友在内啊 动用了一切的各种各样的手段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对华为啊 进行了这个种种的打压 对吧 我们看到包括说这个断供芯片啊 扣留这个孟晚舟啊 包括说这个不让华为去建这个基站呢 一系列的啊 一系列的 但就算是这样这个差距其外化 华为的产品啊 目前加拿大这个还有很多 就是用的是华为的产品 包括华为的这个电脑 包括华为的路由器 还是采购用了很多啊 但是但是问题是这个 这些都不是高科技的啊 他这个提到的第二点就是从大使提到第二点的就是说这个美国做这一切这个手段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打压中国的高科技的发展啊 这个呢应该说是已经体现的很明显对吧 尤其是芯片的断供啊 他其中这个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这个中国也有扣了两个这个加拿大公民对吧 我们知道两个迈口对吧 一个康明凯 一个这个 斯帕福嘛 他提到说呢中国对两名这个加拿大的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扣押而且两个人有好像前一段时间已经判了对吧 两个人好像已经判了啊 十几年好像我记得是扣押是十几年时间在中国啊 这个呢完全是出于中国自己的这个独立公正的司法体系的这个 呃里面的这个判罚的依据啊 他不存在所谓的这个人质外交啊 因为人质外交这个提法的话呢 说实在的啊这个当时传过一段时间对吧 好像说是美国也是故意放风出来 说是这个要不要考虑说是哎 两名这个加拿大人换一个孟晚舟有没有这可能性啊 当时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可能是美国人下的一个套 什么套呢 就是说这个他未必是真的想跟中国换啊 但是如果你中国说好啊 那我们换啊 很可能美国就把这个作为一个画柄来攻击你的这个司法的公正性以及你执法的 这种公正性 你看你中国人做事情就黑吧 对吧 到时候的话呢 在整个的这个舆论场啊 他就会用这个作为画柄啊 又是对你进行一顿这个爆锤 所以呢我们从一开始啊 这个想了一想以后吧 我觉得我觉得一定一定有过犹豫啊 是不是真的会把这个两加拿大人换出去啊 但是这个我觉得稍微冷静下来想一想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啊 因为这两个人说句实在的对于加拿大的重要性远不如孟晚舟对于中国的重要性的1%啊 那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对吧 不可能的 所以完全是对方设的一个套 那么那么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智库们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政府们大量的其实全是这个中国人民最精英的这个精英的所谓的士大夫嘛 对吧 全是集中的是这样的人 当然我们会看破这种就是卑鄙的伎俩啊 就没有理他 而且呢这个我们的从大使也说了啊这个我们对于加拿大这个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这扣押呢 他不存在就是说一个因为你是外国人所以我们就区别对待啊 我们在这个法律面前我们一直说一句话吗对吧 人人平等啊每个人都是一样 其实给我的感觉的整个这个孟晚舟案件里面最大的三个疑点吧或者说瑕疵啊最大的第一个就是他的这个 司法的这个程序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瑕疵啊 这个其实之前我在以前节目里面也说过就是你在一开始这个加拿大海关CBSA啊 他在扣孟晚舟的时候没有告知对方我今天是因为什么目的扣你 而且呢也没有读那一段就著名的那段米兰达宣言 大家知道这个看电影的时候对吧里面都有一直在说这段话吗或者你就生活在美国就更熟悉了对吧 警察抓你之前如果真的要扣你之前一定会说的你有权保持沉默对吧 如果你这个你所说的一千将变成你的这个呈堂证供你有权请个律师 如果你没钱的话呢法院将给你指派一个律师就这段话啊 CSBA一开始在查他的时候的话呢只是在在说就是查他所有的这个随身行李对吧 你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到最后的话呢直接就问了你这个电脑的这个密码是什么 你工作的邮箱是什么直接就问的是这样的问题也没有告知说 我查的这些东西我的目的是什么而正是这种不公正的手段获取的这个信息啊 变成了最后这个起诉孟晚舟的这个依据 非常的可笑啊这个这个整个如果你是正常的一个从法律角度来说啊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瑕疵 因为你你既然起诉孟晚舟是违反你美国单方面的对伊朗的一个禁令条例那就是你美国的法律 那你对孟晚舟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逮捕的程序要符合美国的法律的精神啊 那你就必须要有有那段米兰达宣言啊如果你一开始就说对吧 我今天是因为什么原因我要逮捕你那孟晚舟我就说那我就不说了你你直接跟我律师谈吧 也不会有后面的就是你看我电脑里面文件看我工作邮箱一系列的东西了 这个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就是用了是一个不公正的手段啊非常的低劣 第二个瑕疵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他对这个汇丰政治的一个错误引导 而且大家知道就在今年七月份对吧之前的话其实整个的孟晚舟团队花了非常大的力气 就证明了说这个你这个就他那个子公司skycom心通嘛对吧 就在你美国指出的那个时间点之前其实他跟那个就汇丰公司他完全是一个知情人 而且就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参与人他不存在说一个故意隐瞒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疑点在内啊 所以你你一开始你整个的这个指控的话完全就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怎么讲就加拿大的这个法官啊这个一错再错吧 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为虎作娼就拒绝了这个采纳这个至关重要的这个证据吧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的话呢可以说吧就整个的孟晚舟的案件就只有两个结果 十月份会宣判啊但只有两个结果第一个就是背影度99%吧 我只能这样说啊目前看起来就是不背影度的概率啊微乎其微 还有一个当然就是你不满整个流程你再在上诉啊或再怎么样啊 可能就是下一个旷日持久的一千天啊就是但是问题是那个一千天你走完以后的话呢可能最后还是要被引渡啊就这样啊 这个是这个是加拿加拿大不聪明的地方 说句实在的你说你这个出于地缘上的这种利益啊没有办法拒绝美国对吧 但是你也可以这个打一个马虎眼比如说这个你说你没有接到这指令啊或者说你说你说哎呀我已经晚了呀或者说其实其实加拿大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就是觉得啊就是不够聪明 因为你看美国欧洲那些盟友啊全都装傻 包括说你说这个美国一再的宣扬这个中国威胁论对吧 他跟他那么多的盟友都在宣传这个东西 但是每个人对他的这个敷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加拿大当然没办法嘛他就在他旁边肯定的嘛对吧 爸爸爸爸说句话儿子敢说不吗不可能的 但是问题是你要考虑你自己吃饱饭的问题啊 你要考虑你自己地缘上的这个利益啊 当然你要跟中国也要搞好关系啊对吧 我觉得加拿大这件事情这个孟晚舟的这个案件的态度上啊不聪明 完全可以就是咱们上海话说啊 就倒一个江湖啊就打个马虎眼就过去了 你找一个各种各样的理由对吧 你就过去了 你如果美国真真的要把孟晚舟逮捕或扣留的话 你你你你直接自己把它扣了不就完了吗 而且这个这个案件里面刚才说两个疑点对吧 还有最大的一个瑕疵是什么 就如果你是学法律的你更加会有这感觉 整个首先第一个啊 他是一个政治政治的操弄这个就不说了 大家都已经反复的被听到对吧 但是我想说他是一个小题大做 你说你这个你只是这个这个企业的一个财务官对吧 一个这个首席财务官CFO而已财务经理 你如果真的觉得咱们退一万步说 如果今天有一个公司ABCXX公司 他就是真的要破坏你美国国家安全 他跟伊朗对吧 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内幕交易也好 故意就是隐瞒一些东西 他的目的是搞搞一个国家破坏 违反你国家的这个社会公共安全 对吧 那你就是真的要对这个公司采取这种起诉的话 你也应该是对法人呢 对吧 或者说哪怕你对任正非这个个人 也稍微能够make sense 但你今天你说因为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还不是说你有确凿证据的 这是第一 第二 你你只是因为有一个人 他公司有一个人 在你盟友眼前经过了 我就把他给扣了 这个你就太不讲道理了 哪也哪有这种事情的 这个完全就是 就是回到好像以前 这个美国你一手折天的 这个社会里面啊 这个就太不讲道理 你觉得是不是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个是一件什么 只有什么样的人才会被引渡呢 全是那种国际上的那种惯犯 那种特大的罪犯 什么贩毒人口 什么什么那种走私军火呀 什么全是这样的人在被引渡啊 你今天孟晚舟是一个什么 他只是一个企业的 一个财务经理啊 他他做了什么事情了 相当的这个低劣 整个的手段 而且最后我想说啊 这个除了这期节目 我想表达一下这个 对孟晚舟的这个敬意啊 除了表达这个以外啊 我想说美国你即便用了这样的手段 你就能够限制中国高科技的发展吗 可笑啊 你就算是限制了这个孟晚舟 整个的中国高科技该发展还是发展 你以为中国是法国吗 你扣了一个财务官 最后整个阿尔卡特就倒了 当然我们从战术上我要重视你 但是问题是从战略上我就是很藐视啊 这种做法我觉得相当的又又不要脸 效果呢又不会很好 虽然说你说等着这个孟晚舟 最后的这个宣判的结果 很可能是一个我们都不希望听到的 对吧 很可能最后就是要被引渡 或者说重新又是一个旷日持久的 一个一个拉锯战 拉锯战完了以后可能还是要被引渡 但是中国高科技的发展 你是打压不了的 好好的把自己的钱精力集中在该花的地方 这个一天到晚你看搞的都是一些什么事情呢 咱们再等等吧 我估计反正这个照加拿大正常的这个 他的这个国内的一些事情来说 应该在他大选之后啊 十月份的下旬 好吧 我们看看这个十月份以后 有没有这个孟晚舟新的消息啊 好 那么这期节目跟大家就聊到这 还是欢迎大家订阅收看我的频道 并在下方告诉我您的想法 您的想法很重要 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 谢谢